嘻嘻 啊啊 嘻嘻 啊啊 嘻嘻 啊啊 嘻嘻嘻 啊啊啊 歌仔客家乱坛金句玉句五个剧种 来自全台十二个剧团新秀们轮番上阵 带来精彩片段演出 迈入第六届的台湾戏曲中心成功新秀舞台 有别于以往策展人腰眼形式 今年改为公开甄选加策展人腰眼双轨制 兼顾剧种剧目以及剧团的多样性与广度 带来二十二场新老病程雅俗共享的精彩节目 那因为成功新秀舞台 你参加这个演出 等于就好像拿到了一张是业界的品质保证的那种认可证书一样 所以很多的团队或新秀 其实也透过各种管道表达 他们很想参演的决心 可是因为过去都是妖眼 所以常常就只能够觉得非常的遗憾 那今年也是非常感谢中心 我们就开放了这样一个方式 除了妖眼之外 我们有公开送件甄选的部分 让团队主动去挑选他认为适合的优秀的新秀演员 那经过评审委员的临选之后 就我们今年明华园戏剧总团跟一新戏剧团 都是第一次参与这个新秀舞台的演出 非常的欢迎 那除了我们这个录选团队的这个方式有所改变之外 我们今年在演出上也做了一点小小的挑战 就是过去都是不同剧种上下半场混搭的演出 那今年特别安排了两场的专场 一个是明华园戏剧总团 一个是当代传奇剧场 一个寡戏 一个金剧 那我特别安排他们在第一周跟第三周的礼拜四 就是10月20号跟11月10号 我们像是从头到尾整个热闹滚滚的 继续维持这个活动的热力 那这个专场演出 他就这个专场的主演 他要负责一整场的演出 那个责任那个负担又是更大了 那我们今年呢 为了要顾及到这个剧种的平衡 所以刚刚主任演说了 我们有五个剧种参加 有玉剧 有客家戏 有乱谈戏 还有金剧跟刮戏 那我们在要演或者是临选的时候 也考虑过 不只是剧种而已 我们还考虑到行当的分配是不是齐全 所以我们的戏是生诞进程通通都有 戏文呢 是文戏武戏都要出来 有的戏是经典的老戏 也有新编的传承 这个都OK 只要是新秀能够好好展现记忆 我们都不设太高的门槛 所以在年龄上 好像过去有一个所谓的天花板 有些演员也觉得很遗憾 很想参加 可是被那个天花板顶到了过去 那我们今年也就偷偷地放宽了一点 所以我们有非常非常年轻的 现在还在学院大学部念书的20岁的小朋友 也有戏曲学院 以前叫复兴聚校 歌子戏科第一届的毕业生 快30年前了 所以这个认据蛮大的 就是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遗珠 在外头真的是流浪江湖 只要是好的演员 好的角 我们都希望他被看见 非常感谢我们传统艺术中心 每年举办的这个新秀 就是成功新秀舞台 那这一次呢 我们参与的巨马呢 他们一个在戏团 散耀青年团参与的巨马 是由杜建伟跟李佳 还有朱念伟他们演出金兰艺 那这次呢 其实在不同的局长里面 大家看这个共同演出 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让他们多多观摩 和多多学习 这边当然 王金兵老师和小米老师 他们也是同样有推出 由张敏均他们所演出的这个877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同样是过去 但是它不同样的讨计定限 所以对着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华人的舞台 小米老师最好所谓 修生社会 很高难度 所以敏均也很厉害 希望说大家可以做到机场 大家来跟这些信息 加油 对 因为尤其在现在 官媳这个定限上面 粗糙的部分 就是男生扮演的 这个戏嘛 已经越来越久了 所以这次呢 由这个杜建伟跟李佳 他们所演出的这个金兰艺 精彩可期 还有这个877 那希望各位观众朋友 走进剧场 用我们的行动来支持 这些年轻人 给他们这个机会 除了延续以往双剧种 半场折子戏的 拼场竞演形式 今年还增加两位新秀 独挑大梁的专场演出 分别由明华原戏剧总团 王杰玲演出 狮子王中的赞托力 当代传奇剧场 张伟全演出 全本通天西中的 青面虎徐世英 而拼场竞演部分 则承袭往年 将不同剧种 混搭的形式 让青年新秀们 相互切磋磨练 我们在产业中心 有开支善业的计划 这开支善业计划 就是帮助新秀 帮助这些年轻人 他们进团 入团演训 然后进到团里面 跟大师们 直接接近大师 靠近大师 直接在他身上学 在他的日常的生活 原型举止中学习 以及记忆的学习 另外呢 我们还有所谓 如果您在这边毕业了 结业了 我们还有所谓的青年入团 我们希望呢 完成呢 大家在职业生涯下 最后一礼路 我们可以帮助 这些年轻人 他从入团 受过很长久的训练 然后呢 再到的青年的入团 成为终身的职制 那在这个所谓过程当中呢 传递中心会提供新秀舞台 让各位新秀呢 担任主角 然后呢 他的演技 除了传承诗 给予的记忆 演法之外 他还必须用自己的悟性 以及呢 自己的对戏的演绎方式呢 在增添自己的精彩 所以呢 这条小舞台的这个新秀舞台 是属于所有年轻人 也是属于所有老师跟团长的 12档22场 诚意十足的精彩好戏 将于10月20日起 至11月13日 在台湾戏曲中心 小表演厅演出 欢迎喜爱传统戏曲的观众朋友 前往欣赏 为戏曲新秀们加油喝彩 记者联席会议台北报道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